多年来 中国在基建工程领域一直有着极高的成就 建造出一个又一个超级工程 比如说长江大桥 三峡大坝 青藏铁路等等 可以说在这领域中国算得上领先全球 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 如今我国的施工团队也逐渐进入非洲 南美洲 中东等地区 帮助这些国家修建建工程领域 铁路 公路 发电站等工程 为此也将我国称之为基建狂魔 此外美国近几年来 没有开展任何的大型工程 完全是因为在这领域无人可用 要知道美国在上个世纪三十年的开始 大肆修建公路 大坝 桥梁等 然而在基建工程基本上接近尾声之后 大量工程专家开始退休 因此也让该国的基建技术出现断层 这也是为何美国本土的很多修建工程 都交由中国公司来完成的原因所在 其中就包括汉密尔顿大桥的改造工程 要知道 这座大桥在1963年正式通车 是一座横跨哈德逊河的大桥 位于美国的纽约市 每日平均车流量达到30万辆左右 然而在2009年的时候 美国决定对这座大桥进行改造 最终中建美国公司成为竞争的胜利者 据悉 中建美国公司最终以4亿美元的价格 成为哈密尔顿大桥的改造工程承包商 并且经过实地考察之后 由于特殊的设计 只得将6500吨钢材的生产订单 交到国内的工厂 最终通过海上运输抵达纽约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符合施工标准 同时也让外界看到 中国对于施工标准的严苛程度 可以说真正做到了荣武的一丁点马虎 此外还帮助美国节省500吨左右的钢材 大约为其节约500万美元的资金 对此就连美国民众看到中国的基建技术之后 都纷纷竖起大拇指 身表敬佩 值得关注的是 当时的改造工程对于中国而言 有着极大的挑战难度 不仅要保证每日20万辆车能够正常行驶 同时也不能耽误改造工程 可以说在这种极为严峻的情况下 中介美国公司不仅顺利完成了改造工程 还得到了美国民众的尊重 对此也让外界重新认识到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如今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中国 此外多年来 我国在基建领域一直都以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毕竟只有严苛要求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要知道近年来中国基建工程规模是越来越大 困难程度也是越来越高 如果没有严苛的要求 一旦出现失误之后 后果是十分的严重的 这也是为何数十年来 中国在基建领域从未出现失误的原因所在 到底欠 ASci萬一 对对对对了 那边引评的是越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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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附近 这一边筹为ツ争地 principle nous谈了 他们的费命 能局 conseguAPP